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,35岁陈姓男子与26岁张姓女子,平时有稀释湾非他命毒品恶习,日前一起欢唱饮酒通宵至清晨后,陈南驾车驾车载驻张女行经北市大安区新海路与复兴南路口,两人过于劳累竟停在快车道上睡住,应刚好是上班尖峰时刻,引发后方车辆塞成一团, 北市警大安分局沃龙街派出所据报道场,叫刑两人并弃获安毒,将两人全部送办 警方说,本月17日七时许,沃龙街派出所警员找英哲于丹福交正勤务时,接获民众报案,支撑新海路与复兴南路口快车道上,有辆白色自小客车停止在道路,霸占车道,导致后方大塞车, 立即上前查看,赵源到场敲了好几次车窗均无人回应,直接开车门经见陈姓驾驶及副驾驶座的张女都已睡住 警方惊叫醒陈南后,陈南先是神情呆滞,行动迟缓,另发现张女已躺平在副驾驶座上呈现无逆时状态,故请救护车至现场实施救护送医 随后,警方在查询张女政见之际,经见她包包内有一包氨毒与一颗一粒棉毒品,而将陈南带凡所调查,在搜身过程中陈南神情紧张,过在陈贤的屁股缝中发现了两包氨毒,但对陈贤实施酒精浓度测试,并无饮酒开车 陈南警寻中,表示自己打零工,为维持精神体力,有定期适用毒品习惯,且会将毒品以胶带粘贴于骨缝中,躲避茶漆 张女则表示,因前几天适用安毒,已亢奋两天完全没睡,又欢畅饮酒通宵,才会昏睡觉不醒